不少华人生活在美国却不清楚美国法律上的规范 因此吃上官司的时候就慌了手脚 或者在亲友被逮捕的时候 不知道办理交保要准备多少钱 以及要注意哪些事项 今天邓宏说法单元就要为您解答 谢谢主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知法 守法 距离力争 欢迎大家来到邓宏说法的时间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在Downtown 或者在法院附近开车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看到几个英文字 叫做Bail Bond 然后到底什么东西呢 保释金 那进去被抓进去以后 要保释出来 事实上都需要这些东西 那我们今天大家请到这个 自身行政律师邓宏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保释 这个程序到底怎样 保释金这些一些问题 邓宏师 那很简单的 如果亲朋好友被逮捕以后 他们到底能不能被保释出来 他是有怎样的一个规定 对 可以的 其实美国宪法的话 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无罪推定论 guilty until proven OK 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清白的 除非你等你认罪 还是法官判罚你有罪的情况之下 你才算有罪 那既然清白的话 为什么在牢里面关呢 所以这个概念情况之下 OK 你在候审的时候 因为你还是清白的 所以你可以出来 但是的话 要你出来的话 有两种考虑 你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伤害这个证人呢 对 第二个考量的话 会不会逃走了 以后你可能面临五年的劳刑 可能说不定他的人会逃停了 这种情况之下里面的话 法官为了平衡这方面的 你这个是清白人的民众 还有他逃停的可能性的话 他制定一个所谓的保释制度 保释制度的话 就是说你用房子用钱来押住 如果万一你跑走的话 我就没收你的钱作为一个惩罚 用这个钱或者你的财产 作为留你的应诉这个权利 所以你是每一个人的话 都有权利被保释出来 当然的话 有很多时候保释起来的话 你不一定有这个钱 才能够保释出来 你没有钱的话 所以美国的话 这个制度有点不公平 你有钱的话 一百万的话 一下子你可以抽到钱 可以在外面候审 如果没有钱的话 你可能待在监狱里面去 一直候审里面的话 关在里面去 当然的话 没有一个民众的话 就喜欢关在里面去 但是问题是 你有钱才能够保得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保释制度 不公平之处 是的 那您讲到这个保释钱 那大家就有兴趣 就是说 这个金额到底怎么样制定的 因为这有些人你看很少 有些人很多 这个怎么去制定这种东西 每一个政府 他们都有一个部门 就是法院的部门 法院部门的话 每一年的话 都根据哪一些罪 他们制定出一个 标签九号 像是家庭暴力罪 它是五万块钱的保释金 一个是轻的罪 香脸偷东西的 它有可能是五百块钱 有些的话 妓女罪 这类的话是两千块钱 它可以制定出来的 当然的话 有一些认为你逃停 可能性不大 以后这类案子的话 也是轻罪 法官也可以的话 不用你保释 就让你出来了 这种叫做OR OR的话 你知道你自治保证会出庭的 应诉的 当然的话 你保释出来 并不等于这个案子就结了 很多人误以为的话 这个人 我是受害人 他人又出来了 又被法官又判了他了 放他出来了 其实放他出来 他并不等于案子就结了 有些客人的话 就是客人 我已经法官让我回来了 不用我保释了 以为这案子就了结了 就回台湾去 回大陆去了 后来就发现通缉令出来了 而原来的话 你保释出来 并不等于案子就结了 只保证的话 你会出庭而已 是的 那到底您刚刚说 这个保释经营 被大家解释清楚了 那到底 我们现在有几种保释的方法 一般的话有三种方法 一种的话就是 自己家人亲友 筹够这个钱 假定是五万块钱里面的话 你家属自己的话 拿的这个钱 来给这个警察局 这类的话 它一般的话要求的话 是现金和现金支票 所以的话 这个钱等你这个案子结了 不管你有罪没罪不好 这个钱可以拿得回来 你唯一损失的话 就是几个月的历史 还有是想办法筹这个钱 你没办法动用这个钱 第二种方法 一般民众常常使用 就是一下子筹不到那么多钱 往往找保释公司 保释公司收10%的费用 用房子这车子做抵押 这样子保释公司帮你去投保 将你保释出来 第三种方法的话 就是透过律师 在庭上里面 要求法官的话 证实法官 向法官证实 这个被告里面的话 没有钱科 不会伤害的其他人 或者是他不可能会逃庭的 或者是拿护照 向法院押着 这样子的话 可以争取这个 偶尔免保这样出来 所以这三种方式 都可以进行 是的 那对于是最后一个问题 那如果运气不好 或者是因为没有能力 反正结果 重点是 他争取不到保释的机会 那后果到底会怎么样 对 当然的话 如果你没有这个钱 或者是 所犯的罪非常大 好像是谋杀罪 这类案子 或者是法官认为的话 你没有身份 这种情况下 移民局可能帮你扣押令 在这边去的话 你没办法保释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往往会将你放在 中央监狱里面去 但是对很多非法移民的话 这是很知名的 为什么 中央监狱里面的话 有移民局的官员 来查你的身份 所以很多时候 因为一单子 你犯了刑法的时候 第一步的话 在警察局 在市警察局之前 就想办法保释出来 为什么 一单子的话 市的警察局 还没有跟移民局连线 这种情况下 你保释出来之后 你只要不再进中央监狱去 就可以夺过移民局的麻烦 所以这种情况 一单子家属亲友的话 移民有问题 身份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面临重罪的指控的话 尽快在市的警察局 在48个小时之内的话 想办法保释出来 这样子的话 才可以躲开移民局 这方面的麻烦 谢谢邓律师 因此大家可以了解到 从邓律师的解释里面 知道整个保释制度 是怎么一回事 甚至于保释金是怎么衡量的 当然最重要的 就像邓律师所说的 48小时的黄金时间 一定要好好把握到 赶快找一个适合自己 而且专业的律师 以免待在牢里 问题才会越来越大 这是以上的邓宏说法时间 先把现场交换给棚内 执法守法具体力争 邓宏说法系列报导 将会在周五到周日晚间 为华人提供 妾身相关的法律常识 敬请观众朋友锁定收看